昨天是之前的中国的特殊不论 走给到没办法了 我们现在在月秀区的洪德路 今天我们要寻找一位 神龙坚守不坚委的大叔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有钱都不一定能碰上他 就是这个大叔烤的鱿鱼丝 大叔烤这个烤多少年了 几几年不算的 九几年 这个真的是手一活 而且就一个炉 但今天元宵你还出来摆帐 元宵要混饭 这点一个你先吃吧 OK 发现广州人真的好喜欢排队 又排起队来了 这一份就是刚刚煎出来的鱿鱼 哇 你看提起来它就会碎的 脆的 很香的 你试一下 这个鱿鱼的口感 跟我们平时吃的鱿鱼的口感 真的截然不同 酥脆的 而且它切得很薄 头片的很细 它这个是很香口 难怪小朋友喜欢吃 比较鱼大辣椒 它没有老之前 你看它直接到嘴巴里了 松了 我这次发现鱿鱼可以做这么好吃了 有点刷新我认知了 鱿鱼会刮掉 散掉 鱿鱼就会散 好香 我还想再买一份吃 不够吃 不够吃 它每天就卖两个小时 卖完就走了 我在想我们现在这样排下去 不知道排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都卖完了 我排队的过程是好漫长 快到我们了 这一份打一个两份鱿鱼头 鱿鱼本身很老的 但真的做到了 入口就松化了 传销一对对 三个字不能讲 那么容易让你知道的呗 四份鱿鱼两份鱿鱼头 带回澳门给朋友吃 这个鱿鱼头好香口啊 好了我们回澳门了 广州美食之旅到此结束 拜拜